多家知名药企中程药提价 近八成药材涨价 还有品种价格翻翻啥情况 最近 国内几大知名药企的中程药上掉了价格 其中不乏一些常见品种 那么涨价的原因是什么 在深圳的一家药店 记者发现 同仁堂的安公牛黄丸 刚刚上掉了价格 由原来的每合780元涨到860元 涨幅约10% 销售人员透露 这是本月初同仁堂全国性的涨价 在北京 河北 广东等多地市场 记者发现 涨价的中程药多达十几种 业内人士表示 中程药涨价的原因主要是中药材价格的普遍上涨 牛黄涨了将近40%到50% 天然涉香涨价也特别高 记者在药店了解到 大部分涨价的中程药销售并未受影响 中药材价格上涨 导致了终端产品的提价 历经7月份那会因为产薪 人们刚收割下来谁都急着卖 29元种植户扩本就卖了 经过梳理 记者发现 在涨价的种类中 还有一类属于新近药食同源的品种 例如陈皮 石虎等 在河北一家药企 采购部的负责人表示 他们生产的30多种中程药 所用到的中药材数量拨达400多种 目前 超过8成的品种 从上半年就陆续开始涨价 为了避免中药材涨价带来的收入下降 在原料涨价的背景下 不少大型药企却看到了中程药企采背后的机会 在河北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记者看到 虽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 但企业的三个车间 全部都在加班生产 负责人表示 这是因为全国中程药大规模集财已经开始 中药材成本的上升 让一些小企业无力参加 而对于规模企业却是机会 因此 它们最近加大产量提前抢战市场